哈囉大家好我是迪威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親自就是拿了羽智波幼的劇本 後三百戰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也歡迎加入我的DC一桃愛賊王 就開始吧 這影片是我突然想到的 我發現親自的狀況 與當年隔壁棚的羽智波幼有點類似 我們先來談論羽智波幼 這邊的情況 羽智波幼當時是在 羽智波一族與木業兩者做出的選擇 羽智波一族一直都與木業有所矛盾 羽智波一族最後選擇了叛亂 而給羽智波幼的選擇只有兩個 一個是幫助家族 另一個是幫助木業 但能保住弟弟 羽智波選擇了後者 因為不管怎麼選 家族都注定毀滅 所以他選擇了保護弟弟 之後羽智波幼加入了代表壞人的小 除了少部分人知道 羽智波幼是絕對好人外 大家都把羽智波幼當作壞人看待 但明白的人都知道 羽智波幼在追隨的只是更遙遠的和平未來 這點與羽智現在的狀況有點類似 羽智原本是海軍的一員 是一個絕對正義的人 但直到一件事情發生 讓他懷疑了正義 那就是奧哈拉事件 當時奧哈拉研究空白了100年 羽智被派過去阻止研究空白了100年 沒想到海軍的塗抹力是無情的 連逃生船都被用爆了 羽智當時就懷疑了他一直在信仰的正義 這裡從他放了羅賓和薩龍就能知道了 即使海軍給他的任務是長那樣 但是內心真正正義的他 沒有辦法做出這種選擇 羽智最後做出幾個決定 那就是與赤拳爭奪元帥之位 失敗後跑到黑屋子海傳 這時海軍的人都覺得他變黑暗了 最後斯摩格與他的談話中 我們能得知 羽智並沒有變黑暗 斯摩格說 你不會和黑暗勢力勾結了吧 羽智回答說 有些東西不只是當海軍才能看清 我就是我啊 這段話的意思最有可能就是 他想要理解當時海軍的正義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正義 這裡羽智要如何追求這個理想呢 很明顯就是解開空白100年 他做了爭奪元帥之位 還有跑到黑屋子海傳 都是為了空白100年 等他解開之後 發現海軍不是真正的正義後 他就要開始所謂的正義之路 代表羽智的決定基本上 都是為了真正的正義而行動 而不是別人給他的正義 他想要自己去尋找自己認為的正義 那麼羽智與羽智波又有什麼相似之處呢 首先兩人從絕對的好人 再到加入黑暗組織 羽智加入了黑屋子海團 又加入了小 讓那些好人覺得他們變壞了 但實際上沒有 再來就是他們心中是絕對正義的 兩人面對自己的師父 或者是親人都是放水的 最後兩人追尋的都是 更遙遠的和平 意思是他們短暫讓人覺得是惡的 等到他們實現他們想做的後 大家才會發現他們是正的 而這種角色往往都是大家最愛的 羽智波又有在活應的人氣 一直都是最頂的 不知道親自到後面公佈他的目的後 人氣會不會暴漲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掰掰